中国历史上最后一 各封建王朝是由满族人建立的清王朝 晚清政府腐败导致 列强侵我华夏大地 百姓生灵涂炭 而晚清有事知事不少 倘若可以得到重用 虽然清朝的负面是必然 但也不至于在列强 入侵时毫无还手之力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却是慈禧太后 正是这个女人一步 不在加速清朝覆灭的同时 也使得华夏大地上 各百姓受了更多地罪 一切都是因为贪图 享受极对权力的贪婪 1986年时发生了著名的长崎事件 不过这一次被欺辱 他的却是日本当局 当时清朝北洋水师 在长期欺辱了当地警察局 而当时日本未居于 北洋水师的军舰力炮反而道歉 此后日本天皇下令 全国节一缩时购买军舰 以组建强大的舰队 而日本天皇本人则是一日指十一餐 反观当时清朝实际上的统治者 慈禧为了修建一和园 为了给自己办寿宴 为了自己的面子 不仅好用清朝国库中的银子 更是将原本用来够 买铁甲舰的大笔银子挪用 落后就要挨打 甲午海战的失败便是因此 慈禧一心苟安 彼时清朝军队人数 虽多弹仍被列强所碾压 很大一方面是因为武器装备的不足 虽有心事装备之心 军弹在当时仍是少数 当时清朝的士兵区 要用大刀长枪去与列强侵略者的 钢枪大炮做殊死搏斗 结果自然是大败 导致赔款无数 而当时清朝国库真的没钱了吗 自然不是 慈禧死后 龙玉太后 在其卧室发现了一个密室 其内所见场景着实令人愤怒 珍宝领列无数 价值连城 慈禧始终没有将他 门拿出来扩充军备而视据为己有 不仅如此 慈禧下葬目视后来被盗 其内珍宝意识无数 而这一切皆是从百姓身上剥削而来 怎能不为之愤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